爱尔兰少女在我国失踪的案件在有新进展 昨天搜寻单位在少女入住的度假村附近 一个瀑布地带发现一具全裸尸体 经过家属的认识后 证实死者就是失踪多天的爱尔兰少女诺拉 少女的遗体尽早进行解剖 死因有待确认 全国副警察总长战斗马斯特指出 搜寻单位是在昨天在距离爱尔兰少女居住的度假村2.5公里的小河旁 发现一具全裸尸体 据了解警方是在中午1点57分解剖一名男子的投报 因此在之后2点05分前往有关的地点调查 不过基于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在1.2公里的山坡下 因此警方没有出动直升机将尸体吊起 并且在由救护车送往福隆端故惹化医院的停时间进行 解剖 而当时是晚上7点07分 游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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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认识程序 并且在之后 证实死者就是他们失踪多日的爱女 诺拉艾尼 除了死者家属 来自爱尔兰的警员 以及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也有到停时间了解情况 目前警方依然以失踪案来展开调查 而不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15岁的诺拉艾尼是在这个月3号随同家人入住芙蓉的一个豪华度假村 不料在入住的隔天离其失踪 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首相Domare表示 目前为止自己对内阁成员的表现依然感到满意 首相透露 这批大多数第一次担任部长的内阁成员上任后 都在努力做好分内的事 他们也必须坦然面对来自民众褒贬不一的批评 Made表示 有不少人是敦促他革出一些办事效率部驾的部长 不过他认为 大多数的内阁成员都是首次担任部长 因此必须给予他们学习行政管理 对于近日来部分人士对政府强烈的反对声浪 Made则表示 在政治方面属于正常的事 因为内阁成员的一举一动或是任何政策都会有两极化的意见 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建设是首相Domare引以为傲的开发项目 这一座机场的建设也是Made首次担任首相时 为了实现先进国梦想的一部分 如今吉隆坡国际机场已经迈入21周年 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 依然具备无限的发展潜力 我希望大家知道我非常高兴的KLIA 我非常高兴的KLIA 我非常高兴的我感觉到1998 当我发展了这次开发 我当时是因为它是实现了一梦和一批 我今天是因为它是实现了 KLIA有达到这些批评 我肯定是肯定是准备到18多岁 Made也表示 吉隆坡国际机场一带依然具有发展的潜力 未来的项目预计将包括 飞机零件生产及组装的航空工业等 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原本发展计划 是每年接待2500万人次的乘客后 就兴建第二个卫星大楼 不过随着廉价航空能蓬勃发展 因此就新建了第二中站 另外为了配合吉隆坡国际机场 庆祝21周年庆 机场也推荐了吉隆坡国际机场数码计划 乘客单一旅程倡议 也就是利用脸部识别 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一项全新的通关系统 乘客举须核对个人资料就可以进行登记 来跟进SRC国际公司洗钱案的审讯进展 大马反贪委会特别行动高级助理专员 若斯利指出 反贪委会怀疑被列为通缉犯的刘特佐 和SRC国际公司前总执行长 Nick Faisar连同其他四人 可能逆藏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 最有可能的利点是香港或澳门 SRC国际公司洗钱案 昨天进入第52天的审讯 案件第57名证人 也是最后一名证人的Rossi指出 刘特佐和Nick Faisar 以及其他四名同伙 包括鲁爱玄、唐靖志、尼崇星和陈金龙 很有可能逆藏在同一个国家 反贪委会怀疑 他们逆藏的国家可能是在泰国、印尼、缅甸和中国 其中在中国最有可能逆藏的地区 是香港或澳门 除了这些国家 当局也怀疑 另一个可能藏的地点 是在加勒比海岛国的圣基茨和尼维斯 Rossi指出 根据移民局的记录 刘特佐的最后行踪 是在2015年5月29号 在书邦机场离近我国 而Nick Faisar 则是在第14届全国大选的两天前 也就是去年5月7号 从吉隆坡国际机场离近我国 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入境大马的记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坡国际机场 欢迎回来看体育新闻 即将在这个星期五举行的全国田庆赛 将是我国田庆选手 争夺冬运会参赛资格的最后一个机会 截至目前为止 共有12名男选手和3名女选手 获得冬运会正选的资格 至于不断爆出兴奋剂丑闻的举重运动 泰国9名奖牌级选手 由于涉及兴奋剂 所以泰国举重总会决定自我竞赛 而下个月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 泰国只能够派出第二线的选手参赛 我国的国家田庆队总教练毛玛曼莎莎 希望所有还没有赢得冬运会参赛资格的选手 把握即将在五级加里尔迷你体育馆举行的比赛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凯如哈菲斯的表现 这位全国纪录保持人去年12月受伤 今年全域复出 参加第一场比赛状态欠佳 在上个月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半决赛 只跑出10.70秒的差劲成绩 跟我国另一名男选手Jonathan Yeba 今年的最佳成绩10.37秒相比 差距非常大 现年20岁的Kairo两年前跑出10.18秒 粉碎长达18年的全国纪录额声名大噪 如果他不能够及时恢复状态 今年将失去参加冬运会的机会 总教练毛玛曼莎莎提到我国田径队 在菲律宾冬运会的金牌目标时表示 我国的金牌希望是 男子三级跳Mama Hakimi 男女练球黄秀杰和王秀美 110米男子跨篮Rajan Shah 以及男子铁饼Mama Ilvan这五名选手 镜头转到泰国举重训练场地 随着八名奖牌级选手 包括两名奥运金牌选手 涉及兴奋剂丑闻之后 泰国举重总会在今年初宣布自我禁赛 不参加东京奥运会和其他所有国际赛 以免泰国运动员遭到全面禁止参加明年的奥运会 九名泰国选手在去年世锦赛期间的要检不过关 当中包括三名世界冠军女选手 其中两位是礼约奥运会金牌人物 如此一来这个月在巴提亚举行的世锦赛 泰国只能够把希望放在其他选手身上了 萨拉是其中一位被既以厚望的男选手 她每天早餐吃十个蛋白 训练至少四个小时 晚上完全不能够接触手机 她说她是为九名被禁赛的队友而战 萨拉也表示怀疑兴奋剂事件是否是有意针对泰国 因为他们所有人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吃的都是一样的食物 唯独夺取奖牌实力的泰国运动员要检不过关 泰国近几年在举重运动崛起 注重培养轻量级女选手 2018年世锦赛奖牌榜名列第二 不料卷入兴奋剂丑闻 国际举重联合会将在下个月 针对涉及兴奋剂各国选手的命运 做出最后决定 好的 今天的五件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